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vlog 今天是家里要安装一些cabinets from mcar cabinets 的第二集 这个第二集咧 你们就会看到我家现在非常的软 mcar的team就在安装着 基本上我们家里就会安装三个不同的东西 就是TV cabinets island table 还有这个我们的厨房 所以今天是第一天 他们昨天就是有拿了很多材料过来啦 然后现在看到后面很软 因为这里在安装的那个TV cabinets 你看是明天或者是后天 他们就会来安装那个island table 期不期待 当然期待啦 这么久了 好啦 今天是第一天的工作 这个要拿来装的这些东西啦 他已经把我们安装的kitchen cabinets TV cabinets island table的东西都放在这一边了 接下来的四天 我就会给大家看mcar cabinets 怎么去把这东西安装下去 这颜色系列基本上就是我们挑选的 妈咪挑选的一些颜色 for the kitchen 然后一些TV cabinets 材料全都已经到了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安装的那个TV cabinets 这个事情已经拿下来了 这个影响也拿下来了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左边到右边的一个TV cabinets 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吃饭厅的对面 就会放一个island table 现在这个island table的一半已经到了 这个东西上面就会有一个island table 然后还可以做三个人的 哇 好期待 嗯 我们看看厨房的状况 之前厨房有给你们看过啦 就是那个东西都非常的乱 然后我们能买一些暂时的一些cabinet来放 所以现在就会安装了 这个一大堆东西的这个 放进cabinet里面 然后它是soft touch 那这个TV cabinet啊 你们看到它这样瘦小 其实它可以沾一整个人上去都不会掉了 其实它很贴心 整个m car的team 我们在墙壁这边有一些东西 像你们看到这些顶子在墙壁上的 它要把我们拿走欸 然后再补回去 哪一个好的cabinet又怎么看 就这样子打开的时候 随便推 都不会绑了 我们刚才说这个东西可以沾一整个人 但是我不要沾到爬地下来 所以 哇 这个 大家好 今天是第一月天啦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TV cabinet已经弄好了 再来看这个 island table也差不多啦 只要等上面的那个quartz 多一下它们会来凉凉了之后再拿去切 再裤上去 这个就好了 厨房 整这个样子 是不是整齐好多呢 好多切 目前是安装这厨房煮饭的上面那个top的下面的一些厨 就是可以开门关门 然后把下面的我们原本看到洗手盆下面的里面的东西全部把它盖掉 看到比较整齐一点点的 上面这个安装铁部 下面这边空位可以放两个几次 然后里面也是有一些可以component 可以打开的 上面就可以放一些装置瓶 书本 另外这边也是可以坐两个位置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会以后要开天用的地方 然后早餐可以在这里吃 厨房差不多要做好啦 装着那个门 装我们应该都差不多啦 等着他们来 装置瓶桌子 放一个装置 的桌子上去就拿着 A few moments later 现在时间已经是差不多要7点多啦 但是 em car the team 还在弄这厨房 差不多了 so hard working 然后我们讲那个 cabinet做好了 厨房差不多七七八八 剩下的就是这个 我最喜欢的island yeah and look at all these things 我要把全部塞进去里面 就会比较 clean and beautiful Are you excited mom 心里默默的想 辛苦了各位兄弟 所以基本上今天就要解决掉 那个厨房 the next day 大家好 现在是第三天啦 师傅 要来这边打那个island table 就完成啦 师傅你这边会做款一点 它的排面 你要多多吧 这边三寸啦 会不会这样子好看点 但是下面有洞啦 这里有洞啦 这样子没问题的吗 没问题的 上面粘食的话 你只是出一点罢了 一般上是款多少 我只是出一个石头的厚度 再一个费一点罢了 这里费两个厚度 哦 出一点啦 出一点啦 然后Lukas有说 前面这两个脚 你要远一点点啦 抹远一点 是不是这个大概多久可以做好 不要我这样子拉扯 可以 我们今天就到了这个 所有的cabinets都已经装好了 我没在厨房那边 西东西 是啦 我们现在家里的cabinets 已经被m car 一手 一包半弄好了 所以整个厨房现在就像个样了 整个过程 跟m car第一集大家都看到啦 我们去了它的show room 选了所有的东西 弄好了 我们挑选的东西都是比较 日本风 有点mooji 看到这个颜色是比较舒服 然后下面这一个部分其实是一个 它是一个aluminium的材质来的 然后我们也有这个部分 之前有个时候做给妈咪的就是放 西洋啊 醬油啊 辣椒啊 因为这个东西是aluminium 所以他们也非常的贴心 会放这些缩脚关的时候 就不会这么粗鲁的行李 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些部分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原本是 就是手指放不进 手指不能进去 然后就有点难拿出来 就有跟路德说 然后m car cabinet的人就过来了 现在就把我们修好了 所以现在就很顺畅 我们把东西拿出来 你看还有一个soft touch的东西 下面的东西都是用在路面里面做 冲到水 冲到这些手勾 非常的圆滑 非常的舒服 开心妈咪 谢谢你们 跟我做的这么满意 好啦 厨房我们就说到这边 大概就是这样子 整个感觉是比较整齐的 后面这个就是我非常期待的 一个island table 已经做好了 你们觉得多了一个桌子可以做什么东西 干杯干杯 其实我是做给你喝茶的 这边还有这个门 那这边有这个门 收拾东西 这边也有个门 是可以收拾东西 这个原本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没有门的 后来可能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用在set另外一个时间 然后他们就来安装了那个门 基本上这个buy the table 我们就选择了这个比较buy the tabletop 有点灵灵的 那个灯光照下去是亮亮的 这边会去找一些椅子 比较高的椅子可以放一张一张 三张四张 那中间这边也是可以站一个人的 这边就是新的TD Cabinet 长这个样子的 就是离开那个地上有一段的距离 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像Soft Touch的东西 我已经选了 就不会有声音的 我是穿抹地 扫地 都可以 很多边 现在整个家里的 在第一个Episode跟M Car Cabinet 从林开始讨论 要选择做什么东西 到选材料 到的颜色 再等到他们来这边 帮我们安装所有的东西 其实整个过程不到两个礼拜 这个Iron Table比较久 因为他们需要时间去把上面的一块 TOP抹出来的 就会多了个一两天这样子啦 整个experience 我是觉得非常的顺畅 有没有些东西你觉得要讲的 就是可能在沟通的方面 很friendly 很好讲 主要是我觉得这一些装修 design的东西最重要是有沟通 这个沟通的方式也不会太复杂 很好聊 好像朋友这样子 在这边我们就要谢谢 M Car Cabinet Concept 给了我们一个这么好的experience 让整间家 freshen up 很舒服 有个心的感觉 那个之前我们加盐水之后 所有的Cabinet拆下来 我们的心都非常的痛啦 因为没办法要拆 主要是这一次 因为知道有这个装框 他们就recommend把厨房的 比较靠近地上的那些柜 我们刚刚秀的一些柜 就可以用aluminum的这个材质 可能大家觉得说 aluminum这样不是很丑 但其实也还好 因为他们外面有另外一层的 那个木的皮 所以现在非常complete 扣成白粉 当然不会天在的东西啦 我们这一集就说到这边 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要分享 按赞 还有subscribe 我们下次再见 Bye